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热水壶很多家庭都会用到 每天用来烧水 但是你真的了解热水壶吗? 事实上,医生提醒 有一种热水壶真的会腐蚀你的肾脏 一,这种热水壶千万别再用了 想必家家户户当中都有它的存在 没错,就是电热水壶 电热水壶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烧水洗头,烧水做饭,烧水洗衣 烧水泡脚都离不开它的作用 通常电热水壶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并且将电热水壶的容器填满水后 放在看管上进行烧制即可 一般过了5-6分钟的时间 就能将水完全烧费 等待的时间也不长 并且沉水的容器较大 深受人们的喜爱 现在市面上售卖的电热水壶价格 在20元至50元不等 许多家庭也能接受这个价格 并且电热水壶有三个优点 加热块,过滤块,功能权 加热块,通常将电热水壶中填满水分 在5-6分钟的时间内 便使得容器当中的水分进行沸腾 从而将水煮沸到60摄氏度 到100摄氏度 过滤块,饮食要健康 是所有人的共识 所以在水壶里面安装几个安全网 也就是顾虑网 这可是水壶的关键部位 顾虑的速度也很快 功能权,简单烧水 已经不能满足日常的需求 套装是电热水壶开始流行的 根据自身的要求 以及合理的选择 可选择一些煮茶壶 煮茶壶来满足日常需求 总而言之电热水壶 比普通的烧水容器更加方便 更加快捷 不过最近却传出 电热水壶会损害肾脏 折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原因是 现在很多人为了节省 方便快捷 会随便在地摊上 买个热水壶煮水喝 殊不知正是这种便宜的热水壶 诱发了肾脏病变 胜降疾病 这种便宜的电热水壶 商家为了移植利益和利润 会在制作的过程中 偷工减料 在制作热水壶时 使用低烈的不锈钢 甚至使用更差的 此类劣质的电热水壶 在高温加热的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某元素 某元素摄入过多 给人体大脑中枢神经系统 带来的伤害和刺激 经常使用这种低廉的电热水壶 会导致大量的重金属进入水中 这些金属就会随着水分进入体内 时间久了就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毕竟肾脏是顾虑料液的主要器官 即使短时间内不会诱发 久而久之也会受到损伤 出现肾脏方面的相关疾病 所以为了自身的身体健康 这种便宜的电热水壶 一定要趁早扔掉 二 怎样购买安全的电热水壶 一 观察材质 一定要选择无害的材质 首先观察外观是否坚硬 触摸方面是否有凹凸不平的材质问题 如果有凹凸不平的材质问题 建议这种时候一定不要购买 二 观察水壶的大小 根据个人自身需求和实际需求 一般2-3人的家庭 可以选择1.2升到1.5升的电热水壶 以此类推 三 观察品牌 仔细观察电热水壶外面贴着的商标和说明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电热水壶的型号商标 功率 参数 电源性质 使用方法等等 四 观察水壶外观 不锈钢的水壶外观都是光滑的 并且质量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如果有电热水壶出现明显的凹凸不平粗糙 应注意水壶的质量 五 观察水壶密封程度 看一下是否有漏水漏电的现象 如果是内陆发热管的电热水壶 在选购时则需要注意 发热器与壶声是否安全牢固 六 观察水壶的标志 消费者在购买水壶时 一定要仔细观察 电热水壶是否有认证标志 七 观察电源引线接头 仔细观察电热水壶的电源 引线接头与壶声连接 是否可靠牢固 松紧程度是否合适 拆装是否灵活 八 观察电气性能 电热水壶是带水公众的电气 因此在选购时 应格外注意电气的性能 确保没有漏水漏电的现象 三 电热水壶湖底结水垢还能喝吗 长期使用电热水壶后 会发现在容器内会解下来成白色的水垢 这样的水还能喝吗 实际上是可以的 这样的水只是在口感上 没有蒸馏水或者是纯净水好 水垢来自自来水中 溶解的钙煤等矿物质 水蒸热量蒸发 矿物质浓度升高 当超出水的溶解量 就会沉淀形成水垢 如果水中溶解的矿物质比较多 那么生成的水垢也会比较多 但即使是水垢 人体摄入之后 也会被微酸分解成原本的钙煤等离子 不容易消化的部分 则会被身体排出体外 不会沉积到胃肠道血管中 所以通过人体代谢 是可以完全将水垢中的 不利于吸收的物质代谢出去 而且就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 也没有足够证据证明 喝有水垢的水 发生解释或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更高 4.消除水垢三个小妙招 1.小苏打除水垢 长时间用驴制水壶烧水 去除其水垢可放些小苏打 放入一小勺在水里烧费几分钟 水垢即可去除 2.热胀冷缩除水垢 堆积攒很久的烧水壶睡垢 可以把空水壶放在火上烧热 再快速注入凉水 重复两到三次 壶里的水垢就会因为热胀冷缩而脱掉 3.触除水垢 烧水壶里面有水垢 可以在水中放入其烧处 烧上一到两个小时 水垢就能够去除 如果水垢里面的主要成分是硫酸钙 可以把纯碱溶液倒在水壶里面烧煮 也是可以去除水垢 总之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长期喝点热水壶烧住安的开水 并不会给人体带来中金属中毒 治癌的风险 而水壶里面所带的水垢 也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 如果各位能学会电热水壶的正确打开方式 也能安心的喝水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 多多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